离婚后第五次见面 白鱼,你今天又来找我干嘛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明天晚上要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需要用到一辆非常好的车 然后这不寻思的让自己体面一点 我知道你来找我肯定没什么好事 然后你那个车能不能借我开一下 我都猜到了,你来跟我借车 你是不是 是 那我也没车,我没办法 那那那那,下那么大雨,你怎么打个伞 没事,你自己打 哎,等一下,你是不是约我的车去约别的小姑娘 怎么可能啊,我现在哪有经济实力啊 而且儿子的抚养队,你还要帮我付那么多的 不可能的,你别瞎想了好吧 那行吧 谢谢老婆 什么老婆呀,你要说已经现实好不好 我们都已经离婚了 嗯,其实在我们离婚的这段时间里 我反思了很多 有认清的自己 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快乐的时光 哎呀,我过去了,给你转时间换钱 哎,你那个 你给我转钱干嘛呀 你去人家吃饭稍微去好一点的地方 然后衣服嘛,稍微换一换 哎呀,这不行的,我还有一点 好吧 没关系,等我去了 没事,那你就反正开过去都要注意安全 哎,那,云仙,云仙 云仙 相遇记住谁的拥抱 相遇记住谁的拥抱 相遇记住谁的拥抱